拿下了第一个称号,舞台王者,千玺在舞台上带给我们的惊喜的瞬间,让他有拿下这个称号的证据,他在舞台上的每一次表演,都向我们讲述着他的努力付出,不论是16岁归来生日会上惊艳的自编的善字舞,还是4周年演唱会上花了很短时间迅速学会,并得到老师认可的贝斯, 亦或是17岁的他在生日会上为我们解锁的全新造型和唱跳作品。 继全网第一个称号舞台王者拿下后,粉丝们有一股作气为他拿下了全网第二个称号顶级流量,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获得全网前两个称号,这个称号也必然是实至名归,令人惊讶的,永远是粉丝们无穷的力量。 今天凌晨,粉丝们又为千玺打扣成功了第三个称号,全能偶像。 有的粉丝说,作为一阳千玺的粉丝,根本不该不认真不努力,毕竟爱豆实在是太优秀了,属于他的当然要给他,大概这也是。